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玉闻踢爆》 今天是2019年10月16日 林策月娥今天在立法会 没有办法宣读她任来的第三份施政报告 唯有在李宗盛还是在政府总部搭台 然后用时像做施政报告 这都可以算是97年主权移交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 一年一度发表施政报告 没有办法在立法会大楼宣读这个施政报告 有人认为民主派议员在搞事 搞得特首没有办法宣读这个施政报告 就有违这个宣证责任 但是反对派也认为 这位行政长官还施什么 根本他没有资格去再谈施政 各有各的说法 但是现实就是 这份施政报告是用视像播出 就不是真人版在立法会中宣读施政报告 这个其实也是意料中事 看回他这份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的主题就叫做 珍惜香港共建家园 珍惜香港共建家园 珍惜香港 和香港人说 希望大家珍惜香港 尽快恢复秩序 接着就可以共建家园 问题就是 香港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熟灵自治 始终你都不肯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是谁造成的 你看回这份施政报告 其实就是很薄的一本 因为他另外就是一本叫做 补编 补编 其实就是将去过去这两年 或者未来 那个施政做了一些所谓的报告 各个领域 有些报告 有些就做了 有些未做 有些是计划中 所以我说这份施政报告 基本上 又是四个字可以形容 叫做陈康南调 没有任何惊喜之处 他又没有说会扶贫 每人派几皮 和大家共享这个经济繁荣的成果 政府有万几亿的财政储备 几千亿美金的外汇基金 有很多钱 但是呢 在改善民生方面 过去这三年 可以说是毫无寸进 都是一些小因小为 譬如今次的施政报告 好了 那些交通津贴 上限300元 就变成400元 之类的东西 或者将所谓的案件 所谓的案件 在住那间公屋 买了它 那便租自公屋 又是卖楼 但是呢 28万户轮这一条公屋的队 永远都没有办法 现在平均5.4年 以前是平均三年 十年八年都上不到楼 那条队就越来越长 但是每年轻建的公屋 即是出租公屋 就建不了两万个单位 根本就是死证 整份施政报告 重点就是在房屋问题里面 因为施政报告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个叫做前言 前言呢 是说什么呢 就是毁过于人 将香港现在的情况 将责任全部都推在那些暴徒身上 你看下 他的第二段怎么说呢 他说 香港一直以来是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 而文明守法自由多元包容 和互相尊重 是这个亚洲国际都会引以为傲的特征 但短短几个月 因最初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 而引起的社会冲突 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 不同地区在过去四个月 发生了超过四百场示威游行和集会 往往都演变成为暴力抗争 导致超过一千一百人受伤 及超过二千二百人被捕 小数暴徒有组织有计划 地发动攻击和破坏 并以起底私了 对待持不同意见人士 令香港陷入了混乱和恐慌 市民生日常生活受到严重打击 从事各行各业的打工仔和大中小型企业 对香港前景都非常担忧 香港市民都在问 香港可否回复正常运作 香港是否仍是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 你看看这段陈述 是否把责任全部推在人身上 那整件事是怎样来的呢 没有反省、没有道歉 没有承担责任 甚至在歪曲事实 说到那些起底私了 这些是对待不同政见人士 对不住 真的不是 实际就是 私了就是还托 起底就是你作恶的人 怕什么身份暴露 被人知道呢 即是很简单 那个警察 被个中学生戒了一夜 接着你现在告他伤人 但是呢 那个受害者 这位警察先生 就无名无姓 在法庭提堂的时候 用X先生来代表 我想起很多年前 有一个很出名的公众人物 电视明星 是吧 因为被人捉黄脚鸡 那件案子 闹上法庭的时候 然后 就为了保护这位公众人物的私隐 用X先生来代替这位公众人物 然后那些有关的女士 A小姐 B小姐 是吧 C小姐 或者数目字小姐 1234 喂 那些还可以说 你是一个警察 你当值的警察 你被人用戒刀戒了一夜 这个就可以告习警 甚至你动不动就告暴动 那为什么 喂 你这个被伤害的警察 不可以暴露你的身份呢 你的姓名都不可以在法庭出现呢 那第二天如果你要上庭作证的时候 是不是要闭门审讯呢 这个真的是荒天下之大谋 所以不禁令人怀疑 我们天狗日报的总编导就说 喂 这个可能是大陆公安来的 那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第一 会不会加控这位中学生的罪名 第二 究竟这个被伤害警察 会不会露真身 还是继续用Mr.X来称呼他 喂 你是受害者 为什么不可以光明正大见人 是不是很好笑呢 香港现在变成一个什么社会 那些警察打人 你又没有偏好 我怎么知道你是否警察呢 那现在这个伤者 那说自己是警察 你叫Mr.X 有多荒谬就多荒谬 你看看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 我刚才引述的第二段 有些你是陈述了事情的结果 但是由头至尾 你不谈事情的原因 只是轻轻一句 因为反对政府修改逃犯条例 于是引起很多武力的冲突 绝口不谈警暴 这个就是顾知言 还要多谢警察 是不是 这个是 所以 在第六段是怎么说的 是吧 我亦值此感谢 值此机会感谢在近日 近月冲突中营 坚守崗位的每一位 包括各机构员工 特別是警务人员 港铁公司和机场管理局 员工维修 及清洁工 有何大量密密守护香港的市民 在今次事件中付出的努力 令这个城市能够继续运作 特别要多谢警务人员 现在全香港人都叫他做黑警 警察的濫用暴力 已经去到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 也由于警察的濫用暴力 让大家认识到 香港原来 已经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是一个野蛮的极权社会 因为只有在极权社会 警察执法的时候 才可以这么无界限 可以无差别 在地铁车厢里面 攻击市民 只有香港 这个极权社会才有 是不是 你真的要多谢警察 特别要多谢警察 当然我们逆地而处 在林郑月娥的立场来想 就是 你现在什么也没有 除了三万警察以外 你要靠警察 保住你的命 你要靠警察 保住你林郑月娥的权力 所以 你就一定要感谢警察 你要感谢警察 有很多方式 是吧 加他薪金 是吧 还有警察 就是多给他一些好处 是吧 那些小孩全部 可以送去外国读书 不用付钱 是吧 不如这样吧 或者打一个人 抓一个人 就给他奖金 是公然 与民为敌 或者以民为敌 就是这个林郑月娥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施政报告 如果你看到这个前沿之后 你真是火都离了 是吧 好了 再看看这个馅 由这个房屋 土地的所谓规划 土地供应 到改善民生 经济发展 等等 是吧 就是 佛善捉塵 是吧 大家可以上网看 也可以去 民政事务处 政府合资 拿份来看看 是吧 我会在明天 周四 我们时间比较长些 详细分析一下 各个环节 房屋土地供应 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 改善民生 有关医疗卫生 勞工福利等等 因为我过去做了八年议员 对于这些公共政策 都是非常熟悉的 我可以用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角度 去评论一下 大家可能都没什么兴趣听 但是也要说 四个字 就是陈康滥调 加多四个字 就是了无新意 但是林郑月娥 在这份施政报告里面 充分突显 她是死不改悔 不但死不改悔 还继续哭打哭杀 所以民主派 不让她读施政报告 有什么错 读来做什么 基本上就是垃圾